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的 大家好 大家好 非常開心 也非常高興和大家在一起 我們洛杉磯健康文化學者 又把大家組在一起 度過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 說老實話 今天老師一天談的 孫老師來了一路 絕對 我跟你們說話 有一天一天接八了 你想她 絕對是大坑 本來我也想 但都很熟 我也不想介紹 我想今天來一些新朋友 我說咋的也是 李宗盛和小夢親密的主持人 總統都要介紹一下 我叫大光 今天好像是 有點光 但是今天沒有去光 其實呢 他就說 大光的名字本來是不錯 但是有時候的 我肯定有少 尤其是光頭 那天我在路上看到小夢 看到小夢那邊 新高采燃的 這個 姚醫生走過來 挺開心的 那我聽到小夢說 你好小夢同志 然後他也就說 你好光同志 當時我就覺得 這才能夠推進了 光同志 姓光也不多 至少我知道一個 光衛然 包括大歌唱 光衛然作詞 然後是寫心態作曲 好像也沒什麼其他情緒 但是這東西 常常還容易被人家開玩笑 有一次我碰到一個 他知道 我要大光以後 他說 啊 認識認識 我知道 你是上海燈包廠的 銷售客的風亮長 喝了我去嘗嘗看看 你也不咋的呀 你頭上的兩根毛 還不咋的 還不咋的 我應該回去了 我說 酒養酒養酒養 幸會啊 我早知道你的大名 你是上海賈套廠的 琴芭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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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 二零二三年的夏季 我把奴書做下場 的戶外奴書朗誤活動 春天的奔放 下化的燦爛 秋日的濃郁 冬雪的銷售的樹沙 四季的慣 周而不喜 其實我們還沒來不及和春天說再見 夏天已經悄然而至 其實已經過去了 我們已經到了一秋了 對吧已經到了一秋了 所以前兩天這個 老兄在做那個海報的時候 他滿腦子全是秋泥 寫的都是個秋天的東西 所以丁老師跟他說 我們是夏季活動嗎 然後他說 我還真是一下 只是一下 今天丁老師來 孫老師來一天呢 我是二下 其實呢 就說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中國這個 詩心當中的一群話 對吧 這個 燦如夏花 美如順華 那麼 我們去刷你時間 好不好 這個 今天 我們請出的 第一個 和我們非常的朗誦的是 我們的 這個 健康文化學社的這個 創始人 定靈博士 他為我們朗誦 下一首古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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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光 我今天其實是 拋裝引玉 所以呢 一會兒給大家朗誦一首小詩 那在朗誦之前呢 我們首先先歡迎一下 今天我們幾位新朋友 這位就是不慈心老 幫我們調整攝影角度的 韓先生 韓學斌先生 歡迎 他是專業的 學電影攝影的 下次我們學社的一些活動的話 可能可以請他幫忙 然後還有的就是我們的孫小路 孫老師 就是 專業的 就是 金話筒的 額獎者 所以 我們是夜裡玩的 今天有個專業的 大家 感覺一下 我們孫老師一開槍 大家就知道了 還有就是 歡迎我們的新會員 韋豐 韋豐先生 歡迎 這個 這裏 這些都是 另外的都是老會員 我就不介紹 那新會員 我想大家剛才在 聊天的時候 已經互相有所了解了 我給我建議 每個人自我介紹一下 今天可能時間的關係 我們 看看時間來 給兩位幾高的時候 再安排這個 兩位景 我呢 大家看到我手上 還帶來兩樣東西 自己是突他奇想 今天 我們 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呢 我们也要评一个奖 叫做最具感染力奖 我想的一个奖项 反正呢会有一本书 然后这个是我们 西西学社自创的一份书签 呃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搞活动的时候 应该很多会员朋友都拿到过 如果没有拿到过 包括今天我们的新朋友的话 呃我们也为他们送上 这份小小的书签哈 礼物虽小 呃吸引很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